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发事先给我 让我给大家煮一个腐制酱油 腐制酱油呢 是川菜当中拥有两财 或者烧菜当中 经常用的一种条约 每一个师傅煮出来的 他的煮法都不一样 今天呢 我就把我的煮法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呢 就是 两瓶生抽 两瓶蒸银食油 然后我们今天还要准备的其他辅料呢 大葱切子 小葱 洋葱 那是香菜 青菜根子 老姜 现在 我们来把这个辅料处理好 首先 是把这个刀切成结结 因为这个头头比较大 我们把它撇一下 轻点撇 然后把茄子切成结结 然后芹菜 这个芹菜跟着 同样把它切断 这是洋葱 洋葱我们先把它以分为二 然后切成大块块 现在用手把这个洋葱分开一下 好 装起来 煮糊子酱油 必然少不了红糖 现在我们把这个红糖呢 切碎 把红糖切碎呢 也是便于它在那个后面熬制 糊子酱油的时候呢 能快速地融化 然后红糖呢 一般呢 它有一个比例 一升左右的酱油 一般容易凉左右 好 红糖切好了 后就给它装起来 好了 煮 锅里面搅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把这些辅料全部倒进来 然后把这些辅料全部倒进来 开大火烧至肥肠 混匀 先熬出香味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下生抽 继续炒作 锅里面熟开了 这个要转着小火 慢慢给它熬 熬去 熬个一二十分钟 熬个一二十分钟 好 看到锅里面的一瓢水 支撑下 一碗水了 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把准备好的这个酱油倒进来 给它摔上几颗八锅 把红糖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 把它烧开 不要推啊 推匀 整理汁要先摸麻虾 因为人家烧了过后 这个酱油的酱油没有一定流失 整理汁就是为了浮清 弥补它这个酱油的 火都熟开了 然后转成中小火 慢慢给它熬一下 希望那个香味呢 铁碎一点点 还可以摔一点这个瓶子进去 因为腐脂酱油一般都比较粘稠 再加上它的味道还是符合些 所以说在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上 慢慢要用小火慢慢给它熬 时间熬久一点 现在熬熬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了 现在把尿杂打出来 焯烧给它积一下 那些药材 先不忘了 把这个八角 那些再摔回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蒸鱼汁油倒进来 为什么这个时候想呢 因为蒸鱼汁油的鲜味比较好 而这个酱油在前面的那个炼制熬制过程当中 它的鲜味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需要补充 新的鲜味进来 锅里面烧开后就关火 然后让那些 就这样让它自然放凉 这里面的香料让它抛起 这就是我们今天熬出来的那个腐制酱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颜色非常红润 也相对来说呢 比一般的酱油呢 会深一些 等它没有达到老臭的那种颜色 这是我们已经凉好的那个腐制酱油哈 这是我们已经凉好的那个腐制酱油哈 把骨骨把它装起来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腐制酱油完成了哈 把它装起来了 两瓶那么大的那个酱油 还有两瓶蒸鱼吃 熬完过后就剩下这么一点 香啊 这个煮点凉菜呀 煮点红烧呀 或者炒点江湖菜呀 那些 我们的那个酱油进去 味道八十的大 好吧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